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好多朋友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松针,松针的画法 有点画起来很别扭,不怎么好看 就是说要我来展示一下 但是我们的挂松树也不算挂了很多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画哪一种呢?就是画扇形的 因为扇形的松针最通用,也最实用,也是比较好看的一种 好啊,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画 画扇形的,然后我们是用这个割线笔看清楚啊 用割线笔,因为它出水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说这个肉体的比较方便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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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君 记住啊,我们要用组合的来画,组合的方法 你不用单纯的去画,还要有高有低 接着这就是导致的健康 这个圣椎内还要有大有小啊 你不要每一个挂的一样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要记住啊 它要组合性 组合性的来画 一组一组的来画 等一下最后连结 多数几块下 它是草上斩的 多数的 这也有碗下的 再还要注意 它要高低啊 它要高高低低的形成的啊 你不要都画了一样 画了一样它就有不好看的 它是这样一组一组的来啊 在这个之间呢 它要有缝隙啊 这个缝隙要留起来 你这个不留起来 它也是不好看的 或者时候呢 看一看啊 哪里需要添加 我们再把它添加就记得 咪的地方呢 它要重复进去 要重复 但是要让它干一下 才可以 咪的地方呢 它要重复进去 要重复 但是要让它干一下 才可以 再过这个收支 要哭一点点 这个右鼻啊 还要重复进去 点击 再过去 点击 再过去 点击 转色的 它舒展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的 让有劲有粗 有高有低 这一点是最起码的关键 感谢观看 那今天这个呢就画在这里 画在这里就不往先画了 道理都先通的 在画这个生真的时候呢 就是说 你也可以从下面往上师 也可以从上面往下师 都可以的 手法我们不限制 不限制你怎么来画 这个不需要限制 就告诉你这个原理就可以了 那你画起来的东西就很漂亮的 你要知道它的进出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进出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要这个样子 但现在这两颗呢 我们就不画了 不画了就是说 它生枝里面它都有一些枯掉的 就是说是干掉的死掉的 这些都不要去管它 一定要有这种自然的 自然的规律它才好看的 比方说这里可以都可以画一个缺口的 啊 啊这个样子它就会更加好看起来 好吧 好 就换在这里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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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